10月17号最新消息99W果然了得 真的成为热带性低气压TD18 它有很高的机会在未来12小时内发展成为今年第16号台风38 因正处于一个有力的发展环境 具有强劲的极地外流高空 低到中等的风切变和温暖的海面温度 正缓慢以时速 8公里朝西北方向移动中 中心位置在北尾 15.7度 东京 110.1度 中心气压一千百怕 将于未来一至两天向西北偏北移动并继续发展 地面风速约为每小时30至35公里 别怕 并不会影响到台湾 但是海南广西跟越南是会有影响的 要前往这三地的朋友要密切注意它的发展 让我们一起真实台风动态 台风追追追相逢自是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